董卿主持央视春晚多年,已经成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女神 董卿现在央视一姐,端庄漂亮,主持风格大气,压得住场面 赢得了电视机前亿万观众的喜爱 自2005年,她已陪着全国人民度过了13个除夕夜 董卿在事业上可谓一路顺风顺水 当然,她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她的努力与付出 然而比起事业,董卿的感情却较为坎坷 曾经几段恋情都未能修成正果 在杭州少学期间,她遇到了初恋 男友是一个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男孩 董卿的第二段恋情是1998年在上海东方电视台站稳脚跟的时候 第二任男友是一位公务员 但最终,他们恋情因为年少期盛和董卿的任性宣告结束 1999年到上海电视台工作后 结识了曾是上海电视台的导演黄辉 及董卿的第三段恋情 在2001年的董卿获得第五届金话筒奖后 要调离去央视之际和黄辉分手 同年还未到北京发展前的董卿与成贤相恋了 董卿非常崇拜成贤 对成贤感情很深 一直希望恋情能有好结果 恋情维持了五六年 2007年夏天分手 2012年9月11日 董卿被爆料称即将结婚 而男友叫蜜春雷 两人是聚会上相识 之后日久生情却另关系 2014年4月 网友再度曝光了一组 董卿高富帅男友蜜春雷的照片 蜜妈妈甚至对外宣称 董卿是她的儿媳妇了